論盡音樂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Jaze 陳凱榮 新歌《白妖夜行的修行》這首歌是一首舞曲 希望大家聽到時都可以盡情釋放 可以享受在派對中 無論你是任何的面貌 任何的妖魔鬼怪都可以盡情釋放 我在兩年前看到《徐黑電影》的一個叫做《青蛇》 裡面張曼玉飾演《青蛇》這個角色 這兩年期間我慢慢 很多時候在跳《Voguing》 找不到一些方向或者要進入一個狀態 我慢慢發現自己都聯絡了《青蛇》這個角色 所以這次這首歌 都是來自《Ballroom》文化《Voguing》 影響了我很多 所以我就想用《青蛇》這個角色 本來沒有想過可以找《青蛇》這位大師 但是當初跟蔡德才 監製去討論這首歌的時候 我很清楚歌詞方向 我又想碰到一些文學的性質 因為有白蛇轉的背景 又有些東方的聲音加進去 我很想它文學一點 但是始終都是一首跳舞歌 又要很Rhythmic 其實很高難度的 很感謝蔡德才提議 可以找《青蛇》 我們一知道可以找《青蛇》 就很放心 然後收到一份詞 就已經是 覺得是一份禮物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青蛇》這份詞 我每次唱 唱的時候 都愈有趣 而且 這陣子 就算一首歌出了 我都覺得不同的歌詞 有給我不同的影響 其中我覺得 《活著就是玩東西》 《復活在繁榮荒野》這句 是唱的時候 都沒有感受到魅力 現在越想越覺得 這句很厲害 它厲害在 上一句好像很口語化 《活著就是玩東西》 好像來得很輕鬆 很直白 但之後那句 又很文藝 復活在繁榮荒野 我記得我唱的時候 我都思考了很久 應該怎樣演繹 因為本來《釘母》這句 就是一句很喊出來的東西 但是那份詞的力量實在太大 甚至是現在出了 我都還在做這句話 這次這首歌的《釘母》 就跟《釘母》一樣 寫的時候 我都有廣東話 國語 英文 還有一些西班牙文 但是 跟直爺溝通的時候 我就說 真的不需要被那個語言限制 全廣東話都可以的 我說 我寫有不同語言 其實有時候幫我去展現那個狀態 或者是唱歌的一個方法 或者令我想得通順 他真的沒有必要 是要這麼多種語言 因為自己都會擔心 這麼多種語言 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消化得到 但是 直爺回來的那份詞 還給我多幾個語言 給我日文和韓文 我覺得 這是很感謝他的一個 對我來說 是一個肯定和加持 好像他告訴我 可以 沒有問題 玩大一點都還可以 還有我覺得 多了幾個語言的時候 我自己的喘息 我會覺得 八妖夜行 裡面有各類的妖精 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各種的語言 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 很感謝他沿用了我 展示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每次跟一位監製去合作 一定是有很多東西學到的 還有事實上 我以往合作的監製和團隊 其實真的不多 這次本身就不懂得蔡才 當然聽過他大名 但是本人是不懂他 找到他合作之後 我覺得是學到很多東西 你說製作上 編曲上 那些很技術的東西 當然是有很多東西學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最令我值得學習 和很驚訝的是他的態度 我很欣賞 也很感謝他展現給我看 一位大師 一位這麼有歷念的人 原來都可以長期保持一個 很慷慕的狀態 都可以對新的事物保持好奇 還有是完全開放的態度 這件事我覺得是最值得學習的 人家見過這麼多東西 做過這麼多東西 他都可以完全把自己放下 然後去聆聽 是很虛心 很衷心地 真摯地去聆聽 很有耐性 我說的任何東西 他都全盤接收 慢慢消化 他那種不緩不急 我覺得那個能量 其實是好像很溫柔 但是很能力 這件事是我學習最多的 音樂影片的想法 其實在我寫歌的時候 已經有這些畫面了 我知道要拍一個跳舞的音樂影片 其實不容易 又再者 又是這個又有白蛇的背景 有些東方的味道等等 其實我覺得很難執行 所以在寫歌的時候 有助我自己去寫那首歌 無論是編曲 還是歌詞 其實因為我不能畫面先 所以我在寫歌的時候 我已經砌了一個範圍 有些不同的音樂影片 空間 自己砌了一些圖畫 但我都沒有打算要用 這堆東西 我覺得是用來幫助我寫歌 之後很開心 找到今次一個台灣的導演 他叫做Kevin Kevin Boy 我看過他之前拍的音樂影片 我覺得他很簡單 很利落 就試一下找他合作 我給了他看 我也是那句 不用用的 讓你感受一下感覺 他又喜歡 所以其實 可能很多東西 就很早已經在寫歌的時候 那些畫面都成形 所以在MV拍攝的時候 就自然很順暢 很順利 已經有整個框架 這次絕對是找編舞老師 因為Vogin這個舞種 其實有很深的一個文化的根基 和背後的東西 我自己實在是 不能自己編 一定要找一個很熟悉這個文化的人 去幫我 這次就找來Can Can 這位老師 這位老師在收聲多謝的時候 已經協助過我拍一些Vogin的部分 然後這次 因為都很知道是Vogin為主體 都很想可以找到 一班跳Vogin的舞者去參與 所以我們特意去了台灣 因為台灣的Vogin文化很強 有很多很出色的舞者 而且我們這次的時間是超級短的 就是做完首歌 其實首歌還沒做完 就已經要排舞 就是整個組織都未定 就已經要拍MV了 所以在排舞和編排定 練習的時間都非常闖絕 很感謝Can Can和一班舞者 他們非常專業 我們是兩三天內 砌好這件事 拍攝的時候 所有跳舞踢 都是可能因為技術去試 但在舞蹈上我們沒有動過 全部都是一兩踢 拍完就走 拍完就走 但後來我看影片 我的舞者這麼齊 雙腳踢的高度都一樣 我覺得很感謝他們 超級不安 因為拍攝之前 我們有編曲的鬼才Hirst 到最後一刻都不會放棄 他的小宇宙都在爆發 還無限地在改 我非常緊張 我真的不能改 因為編曲會影響 甚至在拍攝上 感覺都會不同 對我來說 創作的每件事都是橫橫相扣 你稍為變成一個聲音的質地 可能對整個畫面的燈光 對我來說已經有不同 我很緊張 但我也很感謝他 到最後一刻都還在嘗試改 當然他改的 他也會有空間 他也知道 我也很下去做調整 例如 MV拍攝了 舞蹈編排都完成了 後來也有些事情都還在改 我也要做一個把關的角色 哪些事情是有限的空間 我們可以盡善盡美 哪些事情是尊重不同的崗位 定了就不能改 那裡是需要多些時間去調控 和溝通的 但我覺得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讓創作者到最後一刻都還在改 我都喜歡 也希望在我的團隊裏面大家可以玩到的東西 由於這個由頭到尾都是一個歌曲的宣傳計劃 所以在我們做這件事之前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會有回響 有這個回響是預料中事 也是符合期望 成功 但是我 確定了 大家對我的那份擔心 還有 也低估了原來要澄清 一個謊話是這麼困難的 就是 到了一首歌都出來了 行內 人們都會說 喂 又會這麼巧的 你又會真的被蛇咬 之後這麼巧出一首歌 是蛇 是不是整定了 那樣 糟了 原來有種水勢都不清的感覺 因為我本身 想著一個換笑 大家應該很容易理解 我想得太順理成章 但我低估了 我作為一個演員的意識 我實在把這個謊話說得太真 有種 好像解釋都解釋不到 還有我發現 原來大家都那麼愛惜你 都那麼擔心你 是 所以再次跟各位 因為很多人說 你真的很擔心 我幫你搜尋 要怎樣算 急証室怎樣 如果你們真的很擔心我 有憂心過之後 有勞氣過 覺得失望過 就說一句不好意思 但是 這個故事教訓大家 千萬不要太容易相信 藝人說的話 還有網上的消息 要多的查證 之後要追蹤 不要太容易相信人 知道嗎 我想我是透過 Hetching這張碟 我慢慢找到自己寫歌的一個方法 這個是一個方法 它不一定是結果 可能在起點的時候 我會 可能大家覺得有些另類 又或者我用很多語言 才能幫助自己寫 但是結果 我覺得是按需要 還有看我自己的修行 我的進程是怎樣 可能 我比較厲害的話 那些另類的感覺 慢慢大家會不覺得另類 會覺得很熟悉 又或者可能 可能我以前是要用很多語言 才能表達到自己 會不會我慢慢可以 可以很熟練地 用好一個語言 就說到我想說的東西 這個是未知 但是我覺得 絕對是透過Hetching 再加次白妖夜行的修行 這個是一個印證了我的創作方法 其實今年的計劃 內心就已經有很多 多到自己都緊張 都覺得是否真的做得到 所以就先不透露 還有我覺得 現在這個世界真的變得太快了 很多的計劃都很難說 是不是一定會執行得到 所以我也學習了 計劃可以先計劃 但是那個是一個給自己的動力 還有一個規範 就是一個方向 但是不要限死自己 我想很多事情都要 隨時執生 會不會有很多